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名词不可小看这两字 这两字这么一组合 东西可以说是一种距离感 由东到西嘛 这不就有距离了 按理说这样解释这是最基本的 但是它这么一组合 东西就成为了一种物质 你比如说一个篮子里放进去东西 咱们按现代人的理解 这就是一种物质 这个词真不好解释啊 因为我们习惯用这个东西 俩字的组合表示一个物件 但是我们要从源头上来起 就是说这个世界上还没诞生这个东西这个词的时候 那我们把什么那个那个放进了什么什么里边 那不是就是一个物质吗 这个物质被叫做了东西 它是一个容器里边放进去的 但是呢 它不仅仅是被放入某个容器啊 它还有一定的包容性 怎么讲呢 由东到西有个距离感 一个宽阔度啊 在这个范围之内啊 可以放进去什么什么什么 可以包容什么什么什么 所以它又是一个容器 我不知道这样讲 大家好理解不啊 总之 这俩词要并联起来讲的话 有一定难度 因为这个东西俩字啊 合起来以后呢 在华语范围里边呢 它实在是包容性太大了 大到无边无际 可以说是敢和宇宙作比 怎么讲呢 你比如说我 我随手列了几个东到西歪 这是指的一个形态 对吧 朝东倒 朝西歪 借用了方向感 朝东 朝西 倒这边 倒那边 表现人的一种懒懒散散 更像是一个生动的形容词 我们生活中经常使用它 另外呢 它在某种社会制度里啊 又是一种机构 你比如说明代的东厂西厂 简单讲 按现代讲就是特务机构 东厂西厂 检查官员的地方啊 一切有爱意国家安全的监督机构 检查机构 它叫东厂西厂 另外呢 在宋代呢 在皇宫里又分为梁府 叫做东西梁府 东府指的是中书省 西府指的是书名院 东拉西扯 这个和东倒西歪有点接近啊 就是形容一个人啊 胡说八道 满嘴跑火车 就是那意思啊 还有一个词叫东西步 这个就有点不好理解了啊 它意思指的什么呢 就是左右徘徊 不东不西 犹犹豫豫豫的啊 拿不进主意 这种东西啊 很多 你比如说生活中 我们骂这个谁不是个好东西 这个人就全当是归为物件啊 是个物件 虽然他是活物 但是他也归为物件 是一个独立的物件 独立的个体 独立的物件 它不是个好东西 你上街去买东西 你买了点啥 随便买了点东西 这东西不好吃 为什么不好吃呢 肯定不是个好东西 等等等等啊 大家可以发现啊 尽管它是两个字 组成了一个词 又有容器 又有被包容的这种可能性 但是它都离不了一点 就是距离感 要不是一个大范围 要不是从东到西 即使是那个东倒西歪 东拉西扯也是从东倒到西 对吧 也是这个距离感 而另外呢 这个东西两个字啊 使用非常通用 范围极其之广 可以这样简单说啊 每一个华人啊 在一天的生活中啊 要不提到东西两个字啊 那是不可能的 这个问题大家去想想过 我和您不抬杠啊 那么这个东西这个词是怎么发明的 来自于何处呢 怎么一个由来呢 我在05年在博客中国上写过一篇文章 就专门探讨这个问题 也搜集了大量的资料 说法很多 但是大概呢 有那么三四种或者三五种说法 一个是细说 听起来就像是创作啊 带点幽默 还有点趣味啊 还有那个 就是正解 竟然出自于磁海 或者是现代汉语词典 出自于电极 比如说磁海 磁源 哦 磁源我还没查到 就是磁海和现代汉语词典 那我们知道说它是正解 正解呢 您看那个解释啊 也不足以令人信服 你比如说现代汉语 它就是一句话 泛指各种物质 没错 但是它不能包含这个距离 你比如说由东到西啊 一个大圆圈 这个东西范围之内呢 它似乎没有涉及到 是吧 另外呢 就是我的一种说法 因为我久期长安嘛 就是西安 这样一个古老的城市啊 跟文化渊源啊 总是有那么细致末节处的那种微妙关联 您说它是细说吧 不像 您说它是正解吧 也不敢那么说 但是它听起来就总是那么 有那么一点道理 咱们就先说一段细说啊 乾隆年间 有一次这个乾隆皇帝啊 到汉类院去私访 卫福嘛 所以汉类院的人没有见过皇上 而汉类院的这些学士们呢 长期被冷落 所以嫌疾无聊 他们就开始干什么呢 偷着赌博 赌钱 以此度日荒废了学术 乾隆皇帝啊 听说这事以后呢 怒从兴起 哎 他就准备去斥责这些院士们啊 但是当他微服前往这个汉类院的时候呢 这学士们呢 听说有官员来了啊 所以把这个赌具 就是赌博嘛 赌钱嘛 这个赌具啊 随手扔在一个柳条框里 这皇帝来以后就顺口问了一句 你把什么扔进去了 一个老汉类啊 就回答说 是东西 这里出现东西了啊 乾隆就有点不解 说什么是东西呢 何为东西呢 为什么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东西呢 又问了是哪两个字啊 一个东 一个西 皇帝就说 那为什么不扔南北呢 只扔东西 不扔南北 情急之下 这个老汉类啊 就解释 说是阴阳五行 金木水火土 东为金 西为木 南为火 北为水 所以呢 我们就不能承放南北 只能承东西 为什么呢 乾隆问 汉类又做解释 承金 承土 尚可 承水就要漏的 承火就要烧的 都是要破坏掉的 所以我们就只承东西 这个解释啊 一听就有点像戏文啊 皇帝一听啊 惊叹不已 回去以后呢 这事传到汉类嘴里 他们知道是乾隆来了 为自己的出言不慎啊 惊叹不已 吓得跪地求饶 没想到那个乾隆呢 没有责怪他们 倒是交苦称赞 说是你们不会是国家的动良之才啊 所以宣布 从此东西两词啊 这个词啊 东西两字啊 这个词啊 通用 这个通用啊 这个 我原来考据的这个通用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按照现在来讲是 骂你是坏东西也可以用 哎 讲究地理 从东到西 哎 东到西歪 东拉西者都可以用 哎 这叫通用 但是这个地方又没说清楚 总之 这是一种说法 还有一种说法呢 我想也应该归为细说 就是朱熹 大家都知道南宋理学家朱熹 他有一个好友 是个教育家 叫盛温如 有一天呢 朱熹在街上走道 邂逅盛温如 他就问 您拎个篮子干什么去啊 里边装的何物啊 这个盛温如就回答说 里边装的东西 朱熹就问 什么是东西呢 为什么不是南北呢 哎 这地方又回到刚才那一段了啊 细说啊 他也是这样解释 金木水火土 我只装东西 不装南北 南北是水和火 水火啊 这是不急的征兆 会出事的啊 所以呢 连印刷这种传播方式啊 都得借助于刀幕 木板印刷嘛 他怎么能就是两个人的 一个教育家 一个哲学家 两人这么一对话 这个词就被传播了开去呢 你要说现在有这个微信 上了热搜 这倒是可以理解啊 所以还是细说 关于东西啊 东西 我们已经做了两种细说啊 其实这种细说还很多 我翻了一下 目不暇接 各种文字啊 都有 哎 可以想见大家对这个东西啊 还是很感兴趣的 历代历朝 都有人研究这个话题 那么我有心查了一下 翻看了一下这个磁海词典 现代汉语啊 这相关的所有的这个字典 连说文解字我都查了 但是呢 最终呢 看到了一树就是磁海里有这样的解释 刚才说了 现代汉语词典里边只是一句话 泛指各种物质 那我们现在看看 磁海里如何做这个解释啊 这个就比较长了啊 我给大家念一下 俗称食物 什么的神的那个多音啊 俗称食物曰东西 后接着举古人之语 最后得出物产四方 而曰举东西 有如史记四十尔曰 延春秋尔 咱们翻译一下啊 一年有四季 历史就是以年 一年四个季节嘛 历史就是以年为线索 所以历史就有了春秋之说 同样 于空间来说 东西南北 这是空间啊 节有物产 顺理成章 既可以把物质通称为东西之内的东西 东西之间的东西啊 这我们刚才涉及到了啊 这是我的翻译啊 是这样 这个意思啊 就是说东西幻化成一种物质 被呈在一个器皿里边 所以啊 我觉得这个解释啊 是我的解释啊 学识有限 我觉得这个各种传说啊 到现在我没看到一个正解 真正的正解 这个词典应该说是正解了 但是他也没有说清 至少他没说出这个渊源 由何而来 由何而产生的 毕竟是正解 他没有把那些细说拿到这儿来作以轩然 从以上的这些 不管是细说还是怎么说也罢啊 他最早是从宋代 就是朱熙嘛 朱熙和盛文如那一场对话 对吧 这已经考据得难送 而我们呢 我久去长安啊 听到的更多的这个俗说 或者说是民间传说吧 它其实来自于长安 就是西安城 这有两个举证 我先讲第一个啊 西安市有东木都市西木都市街 两段街啊 按理说这个街是连在一起的 从东到西 但是中间呢 有一条南大街把它给嘎断了 所以东边就是东木都市 西边是西木都市 您假如想逛全这个街的话 从东木都市跨过南大街再进入西木都市 西木都市呢 则很短 也就是四五百米 而东木都市呢 就非常之长 而东西木都市呢 都和东大街和西大街是平行的 那两条大街 可是大街啊 先是城区的东西主干道啊 而这个东木都市和西木都市呢 平行于东大街西大街 则是一条小路 而这条小路上呢 直到我们小时候 我大概上小学 应该说是到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 这条街上还主要是以木器 竹器 当然竹器更多的是在猪马市啊 在猪马市 这条街主要是那个做牌区啊 做木器啊 家具啊 什么这种传统 木器用品啊 这条街主要是做这个的 东部都是西木都是 所以它跟木头有关系啊 东部都是西木都是 由于这两条街啊 它很繁华 和东大街一样繁华 你想那谁 长相遇当年的那个相遇巨社 遇巨社 就是设在这个东部都是 东部都是中段向北一点 有一个北柳向 它这个相遇巨社就在这个地方 而且那个著名的故事就是 长相遇抗美延朝捐飞机 就是在这地方捐的飞机 而不是在它的本土河南 是在西安捐的 它的事业主要是在 早年主要是在长安发展 长安宝基一线啊 晚年是回到了河南 所以这条街上集聚了二十多家巨社 据老人说啊 二十多家巨社 同时呢 也有很多著名人士 前次我讲过那个 救过杨虎城一命的那个道自强 也在这条街上 杨虎城给他在这条东部都是啊 给他造了一套房子 让他住在这儿 这条街上的故事啊 就多了去了 那是另外一个话题 所以人们到城里去逛街啊 买物件 你看我这就是暂时不能说东西这俩字了啊 买买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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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就说是到东部都市去逛一逛买那个 或者再到西部都市再去逛逛 买东买西 这就出来了 买东西就是由此而来 我今儿去买东西 那就指的是我今天到东部都市和西部都市去逛一逛 至于买东西还是逛的是另外一个话题啊 就是我今天去到东部都市西部都市买东西 方位感 有一种方位感 我到哪去就这意思啊 这是一种说法 还有一种说法呢 就比较著名了 这几年改革开放啊 也开始对这个古籍啊 有些东西商业利用 开始开决 再早呢 我们自小的时候呢 这些唐市留下的这个古籍啊 就是唐 长安城 一百一十方这个方里留下的这个东市和西市 就是两个巨大的商业中枢 商场或者是集贸市场 东边呢 在现在的乐剧场这一带啊 城东南角 那时候长安城呢 已经达到五十万 据说有的时候是一百万人 和西方的这个希腊顶足而立啊 人口特别众多 特别繁华 东市和西市呢 也就是影响到全世界 东市呢 都是些达官贵贤啊 文人默克啊 李白啊 还有官宦子女啊 子弟啊 在这儿遍布九四说书演绎场所啊 就在东市 大概有点像天上人间那样的 那样的 不能是这样比啊 天上人间是带点桃色的啊 总之 他不是以商业为主 而是以娱乐和文化交流为主 而西市呢 就在现在西安市的这个西南角 城西南角 西市 西市现在已经被烂七八糟的开发了 为什么说烂七八糟开发呢 因为西市旁边就是那个城市规划建设什么设计院 我一个同学就住在这个院里 不知道从那年开始 那时候我还在北京就隔着他们这个窗子 就看着这一块 他的南边啊 就开始挖 地质勘测 考古 发现了一堆一堆的古代这个 这个遗存遗址就是当年的西市 唐代的西市的位置 接下来呢 在这个改革开放那种疯狂的那种创想中啊 我只能说疯狂 因为呢 他 我觉得并不冷静 尽管这旁边就是城市规划设计院 但是他也没有冷静的把这些东西 应该做精密的考据 参照学者的意见 甚至还要参照百姓的意见 最终 考虑如何把这个西市挖掘以后呢 现代应用 而现在就盖了 等于盖了个现代超市 唯一能表现过去这是 情形的啊 就是几个雕塑 所以您到那去啊 没有一点文化感 这都是败皮 就是改革开放初期啊 那种辅导情绪啊 导致的结果 西市呢 是当时胡人 就是西域啊 中亚各国 就是中亚峰会嘛 就是西域的啊 所谓丝绸之路的那一带的各国啊 到唐朝来 到唐朝来 就胡人们和这边交往 进行经济贸易 哎 这样一个场所 所以这儿胡人几多 西域人是几多啊 是这样一个场所 也是百姓云居的地方 做各种贸易交易啊 这样一来呢 我就联想到这个 到东市 到西市 逛东逛西啊 这不是也是买东西 东西 这种关联 哎 它既有距离 又有实体 又有物质 物质交易嘛 所以 这也可以成为东西的这个源头的解释 这是第二 说句实话啊 我们这不是胡砍节目嘛 砍 砍大山呢就是 上天入地 无所不能 你的考据 你的学习 你的发挥 你的渲染 甚至你的吹牛 放 liberal乐球就要找到 Toni vic När地ар handed机匡疑呢 unnecessary drive点 焦 些山挺 三鱼